这个是100克的筋条 人家说真筋不怕火炼 红红红红的烧的 两个手厨 一个长命百岁 长命富贵 一个戒指 两个小筋条 这个是100克的筋条 这师傅说是干这行三十多年了 老师傅 手艺肯定好 可以 就这样 大不大 可以 就这样吧 以后你还得 把福的给你收 你就带着就不 不抹掉了知道吧 万死再长的话 长不了这么粗吧 真的 人家说真金不怕火炼 红红红红的烧的 这真的是好看 好看在哪 看到没 这专业的工具 明白 明白 刚刚的金条经过锤打 已经变成一个长棒子了 金条放到它这个工具里了 一个一个的抽 从大到小 专业的工具 看我明明看得多认真 看到没明明 我四边把拿到五百的盐 最后凉盐我了 我上一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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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没有人 我上一圈了 我上一圈了 我也在我上一圈了 我上一圈了 现在开始错了 这盘子接着下面还有筋粉 现在把两个连接处给焊住 你看拿这个小筋子 焊住 好像化成水流到那个凤凹 已经焊住了 你看看中间的比较粗 然后再把它给拿这个粗给磨平 是我们的第一个镯子已经完成了 现在开始打第二个 第二个要打成33克 这33克好啊 3这个数字是很好的 33蒸 这第三个也要弄成33克 33.58 第二第三个化成筋水啊 这第一个手镯 正在抛光啊 这抛完确实是很亮堂 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开始加工啊 这个就打成那个扁的不要圆的了 打成活扣的 活扣的方便一点 两根花形 一样大小也是一样啊 所以说一起烧 大小一样 重量差个零点 重量差个零点 几点 现在两个师傅都在敲 现在弄成圆的了 还挺厚的 它这个银洞你看亮堂的很 闪闪发光 本来是那种暗淡无光啊 现在真的是金灿灿 四季十四他现在就归了 归了多少 现在师傅拿了个章子 刻上去 再刻一个字 现在开始弄火口 这也要技术 现在就很亮了 跟之前颜色 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能比 现在8分 小时不够 不是 什么来的 刚才是高的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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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350 这三个镯子 133.18克 媳妇开始带了 这带的不透 这用点水 可以挺好看的 是不是 大小也可以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多了 我们是一点钟到这里 弄了四个小时 三个手都四个小时 这我妈一个 我丈母娘一个 现在这老婆的已经倒到手上了 悄悄打打 真的上千次 他们正得是技术贤 辛苦钱 对 这打个手镯 我是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就是 这东西掉包了 或者说给你餐点杂志 本来99.9%的 四个酒 变成80% 或者70% 或者90% 非常担心 这个的话 怎么说 这家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吧 还是有点放心的 老婆娘 其实我们家附近 也有这个打手镯的 但是就是因为不放心 就这个工费 还是挺贵的 是吧 但是总体说 比去店里买便宜 是的 金灿灿的 这给两位妈妈打的是火口的 因为他们不在这里嘛 他们打的火口的 不管怎么样 这都能带进去 就不担心说是小了或者大了 对不对 对 还不错 这个样子也挺满意的 实心的 对 看起来也不算薄 实心的 素面的 对 这33克 两个66克 还是可以的 金灿灿的 光面的 也不存在过时吧 要弄成花的什么的 花里活烧的 可能现在很好看 过个五六年 就觉得很难看 是吧 嗯 媳妇 满意了吧 我也满意了啊 这三个 是不是 现在就回去吧 好 家里还远啊 这里离家比较远 还得坐车回去 我们住在农村 这里是市中心 天也黑了 等车吧 等个车回去 üh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